父王,您还让我不要说漏嘴呢,瞧瞧,这会儿是谁交代得更彻底了,在我心里只有我娘亲最美了 把这个小崽子给本王带回西吴阁,抄写孝精五十遍 处处给我这个父王小鞋穿,还知不知道什么叫做孝敬老爹了 五十遍?父王,你就这样对待你儿子我吗? 孝敬一共两千多个字,五十遍就是十几万字了,你要将我的手抄废掉呀 要不你怎么会长记性呢? 算你狠,娘亲,你看父王,他对他儿子也太狠心了,娘亲你揍他 好小子,居然学会告状了是吧 银儿,我错了,元宝啊,你抄写什么孝敬呢,父王这是跟你说笑呢 你一个小孩怎么能抄写这么多的孝敬吗 是吧,来,快去跟你如意哥哥玩去吧 父王有话要跟你娘亲说 银儿,快撒手吧,为父真的知错了 元宝还这么小,此次回京,手臂也擦伤了 你怎么狠心让他抄写那么多遍孝敬呢 本王这不是想吓唬吓唬他吗 吓唬也不行,你敢吓唬他,我就吓唬你 好好好,为父知道了 回答我方才的话,除了百里青青,你还招惹哪家姑娘了 没没没,娘,请相信我,就连百里青青都不是本王招惹的 是百里青青他自个儿死成烂打好不好 姑且信你一回,那你打算怎么掐这朵烂桃花 主子,王妃,北郡大皇子当门拜访 北郡大皇子 不见,就说本王已经歇下了 你躲得了一时,还能躲得了一世 不知娘子有何高见呀 我刚回京就要给你收拾烂摊子,我这还伤着呢 人家杨太医可说了,伤筋动骨一百日,我不能下地 听闻那北郡大皇子是个见色眼开的小人 若看到妮儿如此的冒昧,争出了不该有的心思,怎么办呢 我去见他便是了,请大皇子去正厅稍作片刻 本王即刻就来 妮儿他说的不错,若是不将这烂摊子处理了 今日不见,他们明日准还来 索性一步到位,彻底打消他们的心思才好 妮儿,你好声歇着,我去去就来 他们到底是来给父皇贺授的 你也不要闹翻了脸,省得大家脸上都不好看 我知道